我要講什麼話 突然要錄影好緊張 Hi Lens的朋友我是奶茶劉若瑩 你會看到我代表你跟我喜歡的平台是一樣的 因為我也很喜歡Lens 是我的一個朋友 叫我每次都要幫他買這本雜誌 我就看 看了我就用訂的 所以我的書櫃上是完整的 穿個襯衫好了 免得我們在訪問的過程 你會看到有一群人在後面很焦躁 不停地想來幫我把領子 現在的年輕人跟我說 他的徬徨其實有時候我並不是那麼理解 因為我們那時候沒有這樣想 沒有那麼急 但是他也沒有錯 因為他面對的是他的這個年齡層 我在滾石唱片其實我三四年沒有發唱片 我一定也會很徬徨 但因為我那時候在做助理 我覺得我每天都會看到不同的新鮮的事情 遇到不同的人 那時候的薪水是很低很低的 又不敢回去跟家人講 我都是覺得是我自己不夠好 我不會覺得是別人沒有給我 但是我在這中間學了製作 當你們都不紅的時候 我還會做幕後 我就是會反過來 我可能 我會反過來想一個遠一點的地方來安慰我自己 頭髮需要這樣濕濕的嗎 頭髮需要這樣濕濕的嗎 放在那個兩個肚子的中間 這個衣服啊 我想讓它再有點起毛球的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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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我在以前書裡面寫過一個文章 叫做《過年回家》 它就是講一對男女 在大的都市裡面工作 不管他們過得好不好 他們都回去的時候 他們都會表現得很好 即便兩個沒有在一起 他們也幾乎有點懶得跟家人解釋 就假裝在一起地回去 那家人其實都看在眼裡 所以兩邊的善意的謊言 就開始了這個故事 我最恨春節 每年都趕回家跟我年紀不逃難似的 火車那麼急 我都得憋著尿 不停地有人問我說 他們倆為什麼要分手 我回了他說 你真的覺得兩個人會不在一起 他一定有一個明確的原因嗎 我在裡面其實是沒有第三者的 我也沒有讓他們出車禍 或者是誰懷孕了 或誰癌症了 我就是希望純粹就是兩個人的關係 你走到了某一個點 你會突然之間覺得不快樂 因為你並不是兩個人 永遠都膩在這個房間裡面 你還是要出去面對外面的世界 生活的壓力 夢想的破碎 甚至年齡的增長 他們總覺得分了就分了 只有什麼呢 可是有時候 你後來才想起來 你覺得 再也找不到那樣的一個人 那個感覺沒有就沒有了 有時候我們還挺懷念那些衝動的 其實我滿怕 你跟這個人分手以後 你回想起來 你覺得很不值得 或者是 不停地在抱怨對方 盡力是很重要的 能不能好好說再見 我看還是一個人的造化吧 我們那個海報說 後來我終於學會了 我好像轉發的時候還是 我是打了一個問號 真的嗎 愛不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嗎 最重要的是 包容跟給對方空間 然後讓對方還是完整的他自己 我最大的成長 會把我的需求很明確地跟對方說 我沒有因為我 老了 或者是結婚了 或者是 好像看似走了比較多的路 而覺得愛情的模樣模糊了 沒有 還是覺得它是 很美好的 那它的美好必定 包含了裡面的很多的滋味 有掙扎 有思念 有矛盾 有爭吵 有甜蜜 有激情 它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